在你们家庭出现问题之后 它有一个主题叫做 不是我不好 而是你不好 那么这个我呢 指的是先生 而这个你呢 指的是你的妻子 还有你的儿子 你骂你的妻子和骂你的儿子 都用了同样的语言 猪脑子 我个人觉得这都是一种 儿子从小到大 你一直这样去说他的话 我相信他内心的感觉 他对自己是非常的否定 他说 父亲都觉得我没用 那我可能真的是没用 但是同时呢 他又不太认同这种感觉 所以他在非常压抑之下 他也非常的愤怒 那么他这个愤怒 他不敢冲着你去 因为你平时管他严 所以他不敢正面的跟你表达 也不敢正面的跟你对抗 他只能找一个出口 这个出口呢 就是这个无辜的儿媳 甚至将来很可能会影响你的孙子 或者是孙女 我看儿媳是非常好的 要是我的话早就离婚了 很多脾气暴躁的人 很多都是内心非常卑微的人 就你儿子说到的卑微 其实你心里面也有 但是他又不接受自己的卑微 所以他看到卑微的人 他一下子就发脾气 所以表面上你不接受你的儿子 实际上先生是你对自己非常的不接受 当你看到你儿子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就是仇人相见 分外掩护 实际上你就是把他当作一个情绪的垃圾桶而已 这么多年以来 你和你儿子已经形成了一种 你的自我满足机制 那么当你对他一次一次遭受伤害的时候 那我心里面就有一个疑问 你对你的儿子到底是爱还是不爱 包括你到底爱不爱你自己 这就打一个问号 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 我们要画一个句号 要有一个回还 而你恰恰就没有 如果你真的想让这个家庭 做一些改变的话 我建议如果对待孩子有一些情绪的话 对待你儿子有一些情绪的话 你有些话你需要去管的话 你把这个事交给你的妻子 当儿子他的情绪缓和了 他的小家庭缓和了 你们这个大家庭 他也处于一个和谐的状态 你要看到这个大局 不要看到自己的眼前 把脾气发出去就完了 追求个人家庭主权 处事极端 是父亲管先生 对儿子造成伤害的两大原因 两位观察员分别给出了处理方法 也让心机如焚的江女士 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然而观察员张丹丹却提出 身为母亲的江女士 在处理与子女的关系上 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江女士 我觉得管先生 其实他并没有很亲他的女儿 在我看来这个爸爸 不管是对儿子也好 还是对女儿也好 其实心里都挺无助的 我没有觉得他对女儿的关系 就达到了他要的那个目标 如果女儿真的是很疼爸爸的话 也说不出那种 就和妈妈离婚的话 所以说明 其实这个爸爸和女儿之间 是有隔阂的 只不过他表现出来的 没有和对儿子那么极端 那么对着干而已了 我们先从先生说起嘛 我一直很纳闷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去 贬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我就在想 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强者 一个真正很强大的人 应该发得起脾气 也能收拾得了这些残局 是不是 就是你总是希望自己更强大 但是强大真的是需要一个 内心的强大 而不是表现在 我的对别人的压榨 打压 贬低上面的 这句话我同样要送给江女士 妈妈会觉得 我和女儿关系不好 爸爸有很大的原因 其实不是 其实亲子关系的很多问题 并不在于对方身上 大多数时候 其实都是在于自己身上 女儿她成长的榜样 也是父母亲 所以你也要对自己 多一点点信心 不要因为丈夫 对你的那些 不客观的评价 好像你也变得 真的很卑微了 女儿是需要一个 好朋友式的妈妈 需要一个亲近的妈妈 而不是说 出了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爸爸 没有做好 那怎么去改变孩子呢 那只能先从改变自己开始 你们两个面对面 面对面站一下好不好 江女士 你两只脚 放到她两只脚上面 没问题吧 不疼吧 没问题 她也能受得了 大哥能坚持多久 你们能坚持多久 我就坚持多久 那我们先去吃饭了 先坐 你看啊江女士 其实她对你也好 对儿子也好 对女儿也好 总的来说 她都在管 她这个管 我们首先要肯定一点 就是她是按她的标准 希望这个家好好的 只不过是说管得不舒服 就跟上学一样偏科了 偏科了 所以我也给她小结论一下 我觉得管先生 你知道这么多年在家里面 用两句话可以概括一下 一句话叫管事不教人 第二句话叫稀释不宁人 其实很多时候你是用简单粗暴的方式 希望把这个事给安排好 希望大家不要有矛盾 但是不宁人 就是家里面没有一个人的内心是安宁的 刚才我让江女士站在你的脚背上 一会儿你是能承受得住的 其实久了的话你肯定难受 各方面都难受 不仅是疼 也包括近距离这么一个压抑的感觉 你是把这个家的安宁 就是你想象当中的安宁 建立在就是他们的压抑和他们的疼痛 你纯度不同地踩到了他们的脚背上 可是你感受不到 你可能会觉得女儿嘛 这个更柔弱一点 所以用更温柔的方式 更宽容的方式去对待 这里面其实就是一种交往过程 就是你试图保护一个人的同时 很有可能就助长了他的缺点 然后又带给这个家很多负面的东西 那怎么教育孩子呢 就你们家我提了两个建议 叫绕开底线适当平衡 什么叫底线呢 就是孩子的自尊心 价值感 以及在什么地方 用什么态度对孩子 心里一定要有数 每一个父母都不是玩人 很有可能就不记忆当中 真的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 但孩子的自尊心不是玻璃 不是碎了就没办法 换个时间换个方式跟他说一声 比如说吧 今天你儿子要是坐在县城 你只要说一声 当年我发现我真的是销开你 也伤害你 不应该 其实你在我心中有很多优点 我想孩子心里面很多千斤重担就会烟消云散 这就叫平衡 所以我认为在某些部分是要调整一下 完全来得及 包括姜女士这边 你跟女儿的相处其实也是这样 比如说你就可以直接问女儿 你最不希望妈妈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最不希望父母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多了解一下 那以后我绕开这个底线 对吧 然后万一我哪天忘记了 我事后可以来跟你再交流 这叫平衡 但总体来讲我认为你做的比他好多了 这些建议两位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接下来我们到历史再去沟通一下 谢谢大家